欢迎来到小陈的频道,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72岁的我失去了老伴,一个人孤独寂寞。 去儿子家住了一周,听着房道门哐当一声响,我心里砰砰直跳,应该是儿媳接小孙子回来了。 我不确定是否该出卧室,迎接一下儿媳。 自从搬到儿子家,家里虽然热闹,但我总觉得坐立不安。 儿子和儿媳经常吵架,儿媳还时常摔门,声音响彻乌凉。 我心里琢磨着,儿媳是不是不喜欢我来,也许是我多心了,她可能只是太忙,情绪不好吧。 不熟悉儿子家的环境,我什么事都不敢做,不敢碰。 每次想出手帮忙,儿媳总是客气地说,妈,您休息吧。 因此,我犹豫着出去,担心看到儿媳的冷漠。 不出去,又怕儿媳不高兴。 小孙子嘴里叨叨着,飞呀,飞呀,手里高举着玩具飞机,冲了进来,额头上汗珠层层。 我赶紧找出手绢,给孙子擦汗,她仰起头,问道,奶奶,看我的飞机飞得高不高? 我不经意地笑了起来,豆豆的飞机飞得最高了。 小豆豆活泼可爱,今年四岁,上幼儿园中班,有几分像老头子,看着她我心里又酸楚又温暖。 儿媳的声音突然响起,豆豆,快来洗脸洗手,准备吃饭。 或许是我的错觉,每当我和小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时,儿媳总是设法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 现在,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和小孙子在一起。 看着她活泼可爱的样子,我才能稍微忘却悲伤。 悲伤的回忆涌上心头,老头子一个月前离开了我。 她患有晚期胃癌,住进了医院,医生一直摇头示意我们回家。 我哭着请求医生,请您救救她吧。 医生同情地说,让她吃她想吃的,喝她想喝的。 日子不多了。 老头子很坚强,咬牙坚持回家。 她每天疼得满床打滚,无法进食,却拒绝用药,她要省下的钱给我。 老头子留给我八十万,临走前紧握我的手说, 我写了遗嘱,这八十万你拿着,千万不要给儿子,我心如刀脚。 我在锅台前赚了一辈子,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 老伴有点本事,一直在外面开长途车,吃不饱饭,饿不死肚子,把胃搞坏了。 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子,我生儿子时大出血,伤了身子,老头子心疼我,说不要再要孩子了。 儿子成了我们的宝贝蛋,大伯哥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公公婆婆特别偏心这个小孙子,大嫂很不满意。 我心软,从不忍心和儿子吵架,再加上爷爷奶奶的溺爱,这孩子从小就惯坏了。 每次老公想管教儿子,婆婆就会拎着条肘追着老公打,胆大包天,敢打我宝贝孙子。 儿子乐得不得了,公公婆婆把好吃的,好喝的都给小孙子,不给两个小孙女吃。 大嫂气得要命,总说劳两口偏心,我也劝过,但两个老人不听,心一旦偏了,就难以改变。 后来,两位老人卧床不起,大嫂生气,不肯伺候,我一个人端食端药,喂水喂饭,送走了公公婆婆。 我老公非常孝顺,对我特别感激,加倍对我好,这些年,他挣的钱都交给我保管。 我开玩笑说,我只是小学毕业,你也不怕我算不轻账。 老公说,你聪明着呢,如果上了高中,一定能考女状元。 老公不是在公为我,因为我们家兄弟姊妹六个,我是大姐,家里穷,所以不得不早早辍学,小学只读了三年。 但是,我算账,脑子一清二楚。 这些年,通过看电视,我认识了所有的汉字,读书看报,都没问题。 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特别重视儿子的学习,天天盯着他写作业。 当时,公公婆婆盼着孙子上大学,难得没有横家阻挠。 都说儿子随妈,反正儿子不笨,一口气考上了重点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在省城上了班。 儿子跟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只在要钱的时候,才打电话。 儿子眼看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急得我满嘴是泡,每次催他。 儿子都说,我连房子都没有,拿什么娶媳妇。 我急了,就想拿出所有的积蓄给儿子买房。 老公拦住了我,说,儿子已经长大了,你不能什么都给他,还要想想我们的养老。 我还嫌弃老公小气,责怪他说,咱们就这一个儿子,将来,儿子还不给咱们养老吗? 老公摇摇头,叹口气说,不好说呀。 我还是坚持给儿子拿出了一多半积蓄,一共是二十万。 老伴嘱咐我说,你就说,这是咱们所有的钱了。 实际上,我们手头还有十万,那会儿的房子比较便宜,几乎是全款给儿子买了房,儿子非常开心。 后来儿子嫌八十平的房子小,换了一百三十七平的房子,我们又拿出了六十万,这是后话了。 给儿子买房子没多久,他就领回家一位漂亮姑娘。 这姑娘是省城人,弄得我手足无措,提前三天,开始打扫卫生,准备吃喝和被褥。 我家有五间正屋,三间东屋,在农村算是条件好的,可是怕城里的姑娘挑剔呀。 果然,儿媳小如在农村住不惯,对我们冷冷淡淡,怎么也没喊,只是躲在屋里,跟儿子说话。 她尤其受不了农村的厕所,捏着鼻子,皱着眉头,跑了出来,她只待了半天,就返回省城了。 我真担心这姑娘跟儿子吹了,后来,听人家说要六万六千元的彩礼,还挺开心,只要儿子能娶上媳妇就行。 儿子顺利成家立业,儿媳给我生了个小孙女,我感觉没什么,老公也没有挑剔。 当时,公公婆婆还健在,劳两口哀声叹气的。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儿媳不能再生了,意味着他们抱不上重孙子了。 四年前,儿媳生了二胎,是个大胖小子,可惜,公公婆婆已经离世,再也看不到了。 儿媳可能嫌弃我是乡下人,没有让我去帮忙,看孙女孙子,都是亲家母代劳了。 不过,儿子说我们应该出奶粉钱,月扫钱,儿媳生小孙子时,我们前前后后拿出了五万。 儿子儿媳只是过年过节,回来一趟,很少回家。 平时,儿子连个电话都不打。 我实在想儿子,打过去电话,儿子有些不耐烦,总说自己忙。 儿子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还当了一个小头头,可能是真的忙吧。 儿媳在一家企业当会计,也很忙。 后来,为了多攒一点钱,老公没日没夜跑车,把身体搞坏了,总是胃疼,胃胀,吐酸水,越来越瘦。 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频繁住院,我要照顾两位老人,还挂心着老伴。 两位老人先后去了天堂之后,老伴的症状更严重了,我劝他去医院查一查。 老伴特别能忍,他说,没什么,顶多是个胃溃疡。 那一次,他疼得满头是汗,我真的害怕了,强拉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晴天霹雳。 竟然是胃癌,老伴做了手术,手术费花了十万,我寸步不离地守着。 我哽咽着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说,把工作安排一下,就过来,根本没提手术费的事。 结果,等老伴做手术第三天,他才匆匆忙忙赶过来。 说不失望是假的,我总安慰自己,儿子可能是真的忙。 可是再忙,比了他亲生父亲做手术还重要吗? 很多事儿不敢深想,我总是自己麻痹自己。 儿子在医院待了三天,就走了。 后面,老伴的话聊都是我陪着去医院。 老伴早就看透这个儿子了吧。 只有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老伴走后,诺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看见院子里的那架葡萄树,泪流满面,那两棵葡萄苗,还是老伴亲手种下的。 我看见墙角那几棵香春树,心里很难受,这也是老伴亲手一栽过来的,他知道我喜欢吃香春炒鸡蛋。 我看见屋里熟悉的桌椅板凳,默默流泪,这都是他亲手置办的。 我似乎看到他在桌边吃饭,边吃,边夸我的手艺好。 哪哪都是老伴的身影。 夜深人静,我更是睡不着觉,流泪到天明。 老伴走后,仅仅半个月,我受得拖了下,不想吃,也不想喝。 亲朋好友都劝我,让我去儿子家养老,改变一下环境。 我只有这么一个最亲的亲人了,我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一个人实在是孤独寂寞,真想让儿子接我过去养老。 我给儿子打电话,我想去你家住,在老家,总是想起你爹。 儿子沉默了半晌,没有反对。 我揣着八十万,收拾东西,敲响了儿子家的门。 开门的是儿媳,看到我之后,只是淡淡说了句,您来了。 儿子家是三十一厅,我住进了书房。 大孙女已经读了大学,我跟小孙子见面比较少。 但是,奶奶和孙子是骨头里面亲,很快就熟悉了。 小孙子长得胖胖乎乎,就像一个年华娃娃,一声声喊着奶奶,我心中的伤痛真的冲淡了不少。 可是,我没有在城市生活过。 我在老家,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里地里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到了儿子家,我张着两只手,不知道该干什么。 每当我过去帮忙,儿媳都非常客气,您歇着吧。 儿子回家,偶尔还跟我说句话,儿媳在家,总是一声不吭,弄得我心里毛毛的。 这些日子,儿子儿媳天天吵架,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儿媳声音高八度,嫁给你,倒了八辈子的霉,要啥啥没有。 每个月还六千块钱房贷,儿子让他小点声。 儿媳声音更高了。 儿媳买第二处房子,我们给了六十万呀。 儿媳这是嫌少吗? 儿媳嚷,我天天工作多忙啊,伺候碗小的,再伺候老的,累死我得了。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一声也不敢吭。 我知道儿媳是说给我听的,还总欺骗自己,儿媳不是故意的。 这几天,都是儿媳做饭,天天水煮面条,炖炖是咸菜,偶尔来个煮青菜。 儿子家过得这么清贫吗? 我也不敢问。 第一天这样吃,没什么。 第二天,第三天,还这么吃,我一个老太太都受不了。 他们年轻人能有营养吗? 孩子怎么办? 有时候,我真有些冲动,想把老伴留给我的八十万掏出来,给了儿媳,让他们改善生活。 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我想起了老伴临终说的话,这是我的养老钱,让我千万不要给儿子。 我在儿子家度日如年,一直挨过了一周,住了整整六天,每天都是水煮面条加咸菜。 第七天,是个星期五,儿媳从幼儿园接回来小孙子,毫无例外,又是水煮面条和咸菜,还不错,多了一个水煮菠菜。 因为春天菠菜比较便宜,一块钱一大捆。 小孙子撅起嘴,吃完了饭,我起身,想帮着收拾刷碗,儿媳拦着我说,你歇着吧,我来干。 我干笑了一声,只能回屋。 小孙子推着他的玩具小火车嘟嘟嘟嘟来到我房间。 我蹲下身子,悄悄问,豆豆,你天天吃面条咸菜,能吃得下去吗? 孙子扬起小脸儿,天真的说,回家之前,我妈给我买了炸鸡吃。 妈妈还说了,等你走了,给我煎牛排。 我脑子嗡的一声,眼里涌起热热的东西。 我真傻,真的。 总是自欺欺人,抱着幻想,儿媳早就盼着我走了,儿子也不吭声。 老伴说得对,儿子儿媳根本靠不住。 我必须坚强起来,还是回老家自己住吧。 老伴留给我八十万,存成定期,存三年的话,每年百分之三的利息,每年还有两万四千元的利息呢。 农村的生活成本较低,我的积蓄足够维持一辈子了。 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的话,买了养老保险。 现在想起老伴,心中仍然隐隐作痛。 但是,我必须坚强,也只有坚强。 我决定回到那个熟悉的小院,那里有我和老伴的点点滴滴。 我擦干眼泪,开始收拾行囊,平静地告诉儿子,我在城里住不惯,我回老家了。 儿子和儿媳一再挽留,我明白,他们只是做做样子。 我头也不回,坐上了火车,心里竟然格外平静。 老伴啊,我回来了,我会好好活着。 将来,我们在天堂再见。 我想告诫各位老人,对于不孝顺的儿女,不要把所有积蓄都给了他们,还是留点自己的养老本钱吧。 大家觉得,我的决定正确吗? 如果我拿出八十万,儿子和儿媳会对我更好一点吗? 接下来,小陈为大家分享另一篇故事。 二十七岁养父母离世,亲生父母突然找上门,说正好给他们养老, 让我交出养父母全部遗产,我这样做让他们跪地求饶。 得知养了我二十七年的爸妈并不是我亲生父母,是在我妈离世前一个月。 彼时,我爸已经离世有三年了,他俩年纪都挺大, 我爸走的时候,就已经是六十好几了,我妈走的时候,已经是七十。 她走之前,在医院拉着我的手说,暖暖,你并不幸问。 也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是二十七年前,我跟你爸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在路边捡到的。 当时天冷,离前面一个村庄又远,你还哭得很凶,我们怕你就此没命,才将你捡了回来的。 我不能生,刚好你来了,所以,所以,就养了我。 平心而论,若不是他告诉我这件事,我根本觉察不到我是捡来的。 我爸老来的女,是个女儿空,小时候,什么好吃好玩的,只要我想,一定有。 我偶尔调皮,我妈骂两句,我爸就在旁边给我帮腔。 我大学毕业,想来云城发展,但又担心二老身边没人照顾,毕竟那时,我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他为了将就我,直接卖了老家小县城的房子,又掏出二老全部积蓄,在我工作单位旁给我买了套三室的房子。 带着我妈一起来了云城,说,女儿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这么浓的感情,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呢? 所以,我妈跟我说的时候,我是不信的。 我说,妈,这病花不了多少钱,你不能因为心疼我的钱,就给我编这样拙劣的借口。 我,必须治。 我妈接着说,暖暖,我知道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至我肯定治,我也想多陪你几年,但是人要俯老。 他,妈妈担心自己离世后,你以后就没了依靠。 这些年,我跟你爸也帮你寻找过你的亲生父母,他们都还健在,也很健康,能再陪你很多年。 就是我们县城边村子的人,妈妈走了后,你就认回他们,总归多个人能照顾你。 他,我跟你爸在地下不会怪你的,乖,多个亲人多条路。 你将来结婚了,没有娘家人,别人欺负你,你都没地方回,那我跟你爸才死了,都不会安心。 我到这时,都还在怀疑我妈是怕治病花钱跟我胡扯的,直到半个多月后,一对中年夫妻来了医院看我妈。 两人看上去不过五十的样子,女人叫李春花,男人叫陈福勇。 但我一眼就知道了,他们确实是我的亲生父母,因为我的脸跟李春花的脸有百分之八十的相似度。 我不知道别人二十七年第一次见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感受,但我其实没什么感受,就跟见两个陌生人一样。 所以,我妈让我叫他俩爸妈的时候,我摇了头,焕,叔叔,阿姨,他俩倒也没有强求什么,笑笑硬了。 李春花拉着我妈的手,跟我妈说谢谢,谢谢这么多年,帮他养大了女儿。 陈福勇倒是一直沉默地坐在病房里,偶尔搭上话,问一句我妈的病情如何了。 我妈这么多年,一直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并没有刻意提起二十七年前的事,只是也拉着李春花的手,泪眼婆缩到,暖暖是个很好的闺女,很懂事的。 我走之后,我将她还给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她困难的时候能帮帮她。 李春花也抹了把眼泪,应,那是自然,怎么说,暖暖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就这样,我妈为了我将来能多个亲人,在离世前,将我的亲生父母带到了我身边。 我知道她是好心,她担心我以后无人可依,她这一生被我爸善待,被我外公外婆善待。 所以,她不懂,人能多没有下线。 所以,她不知道,在李春花跟陈浮勇看完她后,出医院时说了什么恶心话。 李春花说,女儿都这么大了,可以直接给我们养老了。 陈浮勇说,那老太太看着还挺富有的,遗产应该全给了女儿,这就是自己不养儿子的下场,最后全便宜了别人。 我当时是去追她们的,因为李春花的外套落在了医院。 我回去后没有跟我妈说这些话,我怕她难过。 我妈没跟我说过,这俩当年为什么要遗弃我。 但我不是傻子,27年前还没有开放二胎。 我能被遗弃,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为什么。 尤其是在李春花后来跟我说,我还有个小我四岁的弟弟后。 所以,我在我妈离世后,并没有任李春花跟陈浮勇。 当年遗弃我的人,不论什么理由,在我这里都不值得被原谅。 做回陌生人就好。 他们当没生过,我就当不知道。 何况,他们还在背后这么编排我妈。 但李春花跟陈浮勇似乎并没有看清楚形势。 在我妈葬礼过后,来跟我说, 暖暖,要不我们回县城,去把你的户口给迁回来, 顺便把姓氏也改回来吧。 也不远,回去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脸还挺大的。 我直接回,不迁户口,不改姓氏。 谢谢叔叔阿姨来宽慰过我妈的心, 但我并不打算认回你们,就当远房亲戚走吧。 我已经成年,也并不需要你们再抚养照顾了。 李春花的脸色当即就有些难看了, 但约莫是我的态度太过坚决, 她并没说什么。 临走跟我说,暖暖,你弟弟也在云城上班, 所以,我跟你爸现在也在云城, 有什么困难你给我们打电话。 我点头,送走了他们, 但他们的电话我一次没有打过。 倒是李春花偶尔给我打电话, 时不时跟我说说自己在云城过得如何不好。 云城物价又高, 她做清洁工那点工资还不够开销。 什么意思我也懂,让我给钱。 但我假装听不懂,懒得听了, 直接说一句我要上班,给挂掉。 想什么呢,一个陌生人,希望我给钱养她。 就这样断断续续联系了约两个月吧。 突然有一天, 李春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说,暖暖, 妈妈过去二十七年都没有照顾过你, 现在你养父母都去了, 你一个人住, 妈妈很不放心。 所以,思来想去, 妈妈还是决定来照顾你, 给你做饭洗衣服。 我那时尚不知道她来是干嘛的。 我说, 阿姨,不用了, 我一个人住也挺好的, 我爸妈虽宠溺我, 但我能独立。 李春花醋眉, 暖暖, 妈妈知道你怨恨我们 二十七年前不要你, 所以现在也不想认我们, 我们理解。 但这些年, 我们也很挂念你, 现在想将你接回身边照顾, 希望你能接纳。 眼看着她就要开始哭了, 我直接给她赌了回去, 我不接纳。 李春花被我赌得一时, 不知要说什么, 掖了片刻, 干脆改口推锅, 当年你爷爷奶奶重男轻女, 你是女儿, 他们一定要一个孙子,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是他们将你丢在了路边。 我想去将你捡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被你养父母给捡走了。 我扯了扯嘴角说, 我并不是很想知道当年的全过程, 她却是不依不饶, 怎么说也是血浓于水, 我好歹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现在只是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弥补当年对你亏欠而已, 你何必这般斤斤计较呢? 她掷地有生, 我还能害你不成, 我真的会谢。 我, 你要是不能害我, 能让人将当年生活不能自理的我, 大冬天扔在路边。 我以为我这般对过李春花了, 李春花应该能看清楚, 我是打死都不会认他们的, 能有自知之明了。 但我错了, 有些人不但没有自知之明, 脸皮还是城墙做的。 此后一个月, 李春花天天蹲点等我下班, 上门来纠缠我。 当然, 她做得十分感人, 拿着做好的饭, 美其名曰, 怕我不会做饭, 来给我送饭。 我怎么拒绝都没用。 所以, 我干脆将大门一锁, 跟公司请了年假, 出去散心了七天。 然, 等我七天后回来时, 我傻眼了。 我家里坐着李春花跟陈浮勇, 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我愤怒问, 你们怎么进来的? 李春花说, 暖暖, 我等了你好几天, 你都没有回来, 我很担心你。 还以为你在家里出了什么事, 所以, 就让开锁师傅将门给开了。 他, 刚好你柜子里有家里的钥匙, 我跟你爸就拿了钥匙, 住这里, 等你回家, 你可真是担心死我们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在七天前出去散心之前, 跟他说过, 让他不要来给我送饭了, 我要出门几天。 他见我不说话, 指了指沙发上那个陌生男人说, 这是你弟弟, 陈斌。 陈斌看了一眼我, 换我, 姐。 我很想破口大骂, 但是我这二十七年来, 没跟人吵过架, 撒过泼, 甚至鲜少见别人吵架撒泼, 我爸妈吵架都从来不当着我的面吵, 偶尔当着我的面吵架, 都跟小学鸡似的, 阴阳对方两句就作罢了。 所以, 我放下行李后, 很客气地跟他撒说,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很好, 现在回来了, 后面麻烦你们回去吧的话, 还没有说出口, 李春花打断了我的话, 平安回来就好, 以后, 我们一家四口, 和和美美一起住。 他没等我开口, 又继续说, 我就说你这孩子不会照顾自己, 你看看厨房, 你都多久没用了, 我搞了半天的卫生, 才能继续用。 这房子也是很久没有打扫了, 我都打扫好了, 还有你养父母的照片, 我也帮你收起来了。 你也不嫌慎地慌, 人都去了, 你在客厅里挂着他们的照片, 半夜不害怕吗? 我去看客厅墙上的 我跟爸妈的全家福, 果然不见了。 多日来, 丧母之杯, 加上李春花 频频来我这里刷存在感, 提醒我是别人不要的孩子的气, 这一刻全部爆发了。 我喝骂, 谁让你动我爸妈的照片的? 你们进我的家门, 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们这叫私闯民宅, 是违法的。 我刚说完, 一直沉默地沉浮涌说话了, 什么叫私闯民宅? 你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来我们女儿家, 哪里有错了? 陈暖暖, 不就是当年没养你吗? 你妈都低声下气, 给你道歉三个多月了, 你还想怎么样? 她,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对自己的父母忽来喝取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教养? 自己的父母? 我冷笑了一声, 第一, 我姓温, 不姓陈。 第二, 我记得我几个月前就说过了, 我不打算认回你们, 陈叔叔, 李阿姨。 陈浮涌跟李春花约莫是没想到, 我会直接给鼎回去, 双双沉默了片刻。 沉默过后, 正要继续跟我吵, 陈斌拉了拉陈浮涌的袖子, 站起来跟我说, 姐, 爸的性子一直都是这样的, 说话不中听, 你别跟他计较, 我们会来, 就是担心你一个人住会有安全问题。 他,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都只是担心你而已。 我看着他, 一字一顿回,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但前提是, 得, 是, 父, 母。 大概是我这话彻底惹怒了陈浮涌, 李春花跟陈斌拉都拉不住他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陈暖暖, 你现在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我们现在穷, 不配做你的父母是吗? 你养母还说, 你上过大学, 你连尊老都不会,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他, 说得不好听一点, 当初要不是我们丢了你, 你现在能有这样好的条件, 能遇上你的养父母, 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一点都不知道感恩, 白眼狼, 他, 你要实在不会做人。 我明天上你们公司跟你们公司领导好好说道说道, 看看别人骂不骂你。 我被气得一阵头晕, 险些没站稳。 扶着桌子站稳后, 我懒得跟陈浮涌吵架, 直接下了竹客领。 陈浮涌强硬道, 我们原来租的房子已经退了, 行李都全部搬过来了, 你是我们的女儿, 你的家就是我们的家。 李春花也说, 你现在这房子三世, 刚好我跟你爸一间, 你自己一间, 你弟弟一间。 我去看陈斌, 陈斌拿出手机, 不知道跟谁聊天去了, 不接这个话题。 感情好,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彼时已是夜里九点多。 但我不想稀释宁人, 他们能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 找开索师傅将我的家门撬开, 那么我今晚容忍了他们, 将来他们会更加得寸进尺。 所以, 我问了最后一次, 你们走不走? 陈斌勇冷哼了一声, 看你样子, 我们不走, 你还想打我们了? 那倒不会, 我直接退出门, 拨了110。 警察来得很快, 当初为了安全起见, 我爸将房子买在了派出所不远处。 来的民警是一老一少, 老一点的民警问, 怎么回事? 我直接说了, 他们四闯民宅, 趁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找开索师傅开了我的家门。 陈斌勇这时候不冷哼了, 边给民警递烟边说, 女儿跟我们闹脾气, 我们怕他想不开自杀, 就想搬过来跟他同住。 这不, 他前几天不在家, 电话也打不通, 我们急得不行, 才出此下策。 民警推剧了陈浮勇的烟, 看着我问, 是这样的吗? 我直接拿出了身份证, 你问问他们姓什么? 那边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但有时候, 基因遗传这个东西真的很讨厌。 陈斌对民警说, 你们看我姐跟我妈的长相, 还不能确认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吗? 年轻的那个民警看了眼我, 又看了眼李春花, 嘴快说, 确实挺像的。 这人在港警片里肯定活不过三级, 好在还有个老警察, 一定要他撒拿身份证。 然后, 大家一起进了警察局, 问清楚情况, 警察颇为为难地看着我, 你一定坚持要告他们非法侵入民宅的话, 我们是可以拘留他们的, 但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 我说, 让他们今晚就搬出我的房子, 这是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他们坚持不搬的话, 我就坚持告他们。 最后, 那仨见我态度强硬, 搬了。 搬走的时候, 陈浮勇骂骂咧咧, 李春花一直在抹眼泪, 陈斌倒是还没有搬进来, 但撇嘴白了我一眼, 说, 姐, 妈在我面前还夸你很懂事呢, 将自己的父母送进警察局, 你就是这样懂事的。 我也白了眼他, 那是你父母, 不是我父母。 他撒走后, 我以为我从此安稳了, 也确实安稳了几个月。 但几个月后, 李春花跟陈浮勇 再次卷土重来了。 这次不知道谁出的主意, 准备充分, 带着记者一起来的。 云城有个见鬼的寻心节目, 属于自媒体, 自己做公众号视频的那种。 打着寻找人间温暖的名义, 专门干这种帮人认清, 调节各种关系的事。 热度还挺高, 他们是堵在我下班回家时, 来到我家。 节目主持人是个看上去 四十左右的中年女人, 开口直让我想将手里的水 泼在她脸上。 她在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 说, 怎么说他们也是你的亲生父母, 就算他们当年做得不对, 你母亲也道歉了。 且, 当年若不是他们生下你, 也没有现在的你, 不是吗? 我心里曼屁, 脸上便也没了好脸色, 问她, 如果现在你爸妈故意砍你一刀, 半条命都没有了, 然后事后轻飘飘跟你说声 毫无诚意地道歉, 你原谅吗? 她, 可是你爸妈现在是很诚挚地 在跟你道歉, 希望你们能住在一起, 弥补当年的过错照顾你啊。 他们已经在做出努力了。 老话说得好, 喝水都还不忘挖井人呢, 不是吗? 她无不恶毒地猜测, 你现在是觉得自己有车有房, 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穷二白, 所以嫌弃他们了是吗? 我懒得跟她巴巴了, 说, 麻烦你回去吧, 我跟你这种人无话可说。 李春花一家三口, 见我油盐不尽, 开始在记者面前卖惨卖人设, 尤其是陈斌, 跟记者说, 我知道姐姐一时难以接受, 但是我们永远都等她回来。 我以为只要我态度够强硬, 记者也难我没办法。 但是第二天, 这个见鬼的公众号 将视频剪裁了一部分真相后, 给发了出去, 将我塑造成了一个贤贫爱妇, 因为养父母有钱, 所以不愿意认亲生父母, 怕要给亲生父母养老, 而拖累自己的凉薄无情之人。 甚至, 连当年李春花跟陈斌勇一气我这件事, 都说成了不小心弄丢了的, 于是不明真相的网友, 开始骂我, 道德绑架我, 说我不应该计较那么多年前的事, 甚至谈起了那个年代, 姑娘被丢垃圾桶的多了去了, 还有直接被亲人给谋害的。 我啊,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李春花一家不杀之恩? 也有人说, 要闹到我公司去, 让我公司领导看看我是个怎么样不孝, 没有人情味的女人。 可惜他们失算了, 我公司的领导也是个女儿控, 前不久老婆才生下女儿。 她第二天看了网上舆论, 又找我问清楚了情况后, 直接骂娘, 都是些什么人渣, 垃圾, 自己把女儿丢了, 现在还有脸来要求女儿养老。 她看着我说, 若这些记者再去你家找你, 就直接报警, 说他们骚扰你正常生活。 记者倒是没有再来骚扰我, 但是那些无良网友组团来我家门口撒野, 还找到了我的微博号, 抖音账号, 在我微博抖音上私信骂我, 甚至快递死老鼠给我, 还有半夜来敲我门的。 我再次报了警, 来的依旧是那一老一少两个警察, 两位都姓谢, 年轻的那位叫谢臣。 我对在港警片里活不过三级的谢臣, 没什么好感, 全程跟那个年长的民警在说情况。 约莫是做警察的都很会察言观色, 临走, 谢臣颇为无辜地说, 温小姐, 你对我意见好像很大。 我在心里回, 谁让你多长了张嘴, 嘴上却说, 是你的错觉。 给我游记死老鼠和半夜敲我门的人, 第三天就找到了, 是同一个人, 一个陌生男人。 被带到警察局后, 最开始嘴硬说自己就是热心市民, 看不得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不孝的人, 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 被谢臣威胁了一番后, 终于开口说了实话, 乃臣兵雇用来, 故意恐吓我的。 这一家子是没完没了了, 是吗? 谢臣送我回家的时候, 颇可怜看着我, 说, 遇上这么一家人,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我笑得勉强, 谁说不是呢? 大抵是我的表情很疲惫, 路过一家奶茶店的时候, 他停下了车, 转移我的注意力说, 请你喝奶茶, 说说你为什么对我有意见。 还贿赂, 不知怎么当上警察的。 但这时候, 我对谢臣印象好了点。 一天后, 这家子再次上门来找我时, 我知道了李春花一家, 为什么一定要赖上我。 李春花跟陈福永, 这次是带着一个姑娘, 一起找上我的, 在我家小区门口, 拦着我不准我进去。 是来为陈斌求情的, 那陌生男人, 是陈斌故意雇来恐吓我的。 所以陈斌被关了起来, 三人一顿哭诉, 那姑娘名叫小兰, 是陈斌的女朋友, 我不愿意跟李春花和陈福永谈。 她便摸着完全看不出怀孕的肚子说, 姐姐, 我已经怀孕了, 她怎么说, 也是你的侄子, 你能不能看在侄子的份上, 原谅陈斌这一回。 她只是一时糊涂而已, 不是故意恐吓姐姐你的。 我冷眼看了她一眼, 我没有圣母病, 她们只需要轻飘飘一句, 求我原谅。 我原谅了, 后续再来继续恶心我, 骚扰我。 人心不足舌吞向, 所有的恶, 都是从最开始一点点的纵容涨起来的。 一步步试探你的底线, 知道你的底线后, 在你最低底线上来回横跳, 再将你的底线往下拉一截。 反正你最终会原谅的, 反正你最终会为几点眼泪心软的。 我要一步到位地掐灭她们, 来试探我底线的机会。 小兰见我没有丝毫商量的样子, 顿时哭了, 哭哭啼啼又说,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我连给她递张纸巾的意思都没有, 终于她哭累了, 跟李春花和陈福涌走了, 走之前还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好像我才是那个做了恶事的人。 我被气得回家后, 越想越心烦, 干脆又出了门, 打算出去喝一杯。 却是在我转角的时候, 听见尚未走的李春花 跟陈福勇骂骂咧咧, 小兰倒是不见了, 应该已经回去了。 陈福勇骂道, 陈暖暖这种女儿, 还好当初被丢了, 就算当初我们自己养着, 也肯定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原本是打算 眼不见为净直接走的, 直到李春花说, 若是陈暖暖一直咬着不松口, 不认回我们。 小兰马上要结婚了, 这婚房如何是好? 庆家那边也咬死了, 一定要再在云城买了房子, 才让小兰嫁到我家。 我? 感情好, 不只是想跟我一起住, 而是想我整套房子送给陈斌呢。 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 陈斌因为那时候家里穷, 李春花跟陈福勇又惯着, 高中都没有上完就没有再上学了, 现在在一家气修厂做事。 李春花又说, 不行, 一定得想办法让陈暖暖认了我们, 到时候才好将她的房子过户到小兵名下。 小兰现在都已经怀孕了, 再不结婚, 万一亲家那边让打掉, 小兵可找不到这么好的姑娘了。 陈福勇醋眉沉思了片刻说, 既然陈暖暖软硬不吃, 那你就天天去跪到她家门口, 让别人看看, 她是个什么样不孝的白眼狼。 我就不信, 你都跪在她门口了, 她还不认我们。 她若是这样, 都还不认我们, 她会天天被人戳几两骨, 我看她还怎么有脸在云城过下去。 李春花, 对, 就找上次那个记者跟拍, 陈暖暖若是不认, 记者会将她不孝的样子全给发出去。 陈福勇生了她, 她就应该给我们买房, 给我们养老。 村里王武家的女儿, 王武不是一样没有养, 现在还不是照样给王武养老。 而不知道李春花从哪个抖音法盲号上刷到过, 女儿不给父母养老, 是可以告女儿的。 附和陈福勇说, 陈暖暖这小区的房子一看就不便宜, 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抖音上不是也说, 女儿不给父母养老是违法的。 谢臣不知道最近是不是闲得慌, 时常在我们小区附近徘徊, 我听完李春花跟陈福勇的话, 转身的时候, 刚好又看见了她。 她一言难尽地看着我, 显然也是听见李春花跟陈福勇那些话了。 毕竟那俩说话的时候, 以父母自居, 或许还觉得是我的错, 故而也没有压低声音。 望着谢臣一言难尽的眼神, 我干脆先开了口, 谢警官是决定转行隔壁八卦队了。 谢臣沉默了三秒, 解释原本只是下班路过, 想起你最近老是被骚扰, 所以顺便过来看看, 保证公民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职责吗? 我朝他伸了个大拇指, 谢警官挺敬业。 他欲言又止, 约莫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吧。 毕竟正常人, 谁能遇上这么奇葩冷血的父母啊? 我说, 收起你的同情心, 他们在我这里没有丝毫感情, 左右不了我的情绪。 谢臣想说什么, 最终闭嘴了, 问, 要不一起去吃个宵夜? 我看你又折返出来, 应该是还没有吃晚饭吧? 所以, 这人到底看了多久的热闹了? 他颇有些尴尬, 我来的时候, 刚好看见你将他们打发走, 你父, 那俩给那姑娘打车走了, 自己却没有走, 我怕他们又上去找你, 所以, 多停留了一会儿。 我没拒绝谢臣的邀约, 我的好友们不在云城, 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们大多结婚, 没结婚的正在恋爱, 要找个单身的出来, 跟我把酒痛饮, 还真不容易。 而我也不太想跟同事们说, 这些七里八里的家长里短, 当然, 主要是警察安全, 万一那些见鬼的热心市民认出我, 也突然要为自己的良心谴责我, 有谢臣在, 可以让他们为自己的热心进局子, 给他们增加点社会履历, 宵夜就选在我们小区附近的烧烤摊, 谢臣看着我点了两瓶啤酒, 眼珠子就死瞪着我, 好像我下一秒就会发酒疯, 疯起来似的, 这些年在职场, 我的酒量还不错, 也不是我非要来秀我的酒量, 只是我出来吃烧烤, 必定点啤酒, 因为这是我爸的习惯, 他老人家被我妈骂得最多的, 就是喝酒, 又记得, 我上中学那会儿, 他一个朋友开了个烧烤摊, 他照顾朋友的生意, 时不时就带着我跟我妈去那里吃烧烤, 他朋友顶着被我妈骂的风险, 也一定会送他两瓶酒, 后来他在离世前四年, 生了肠大病, 做了手术, 手术后肯定不能喝酒, 但是他嘴馋得厉害, 那年我正上大三, 他趁着我放假回家时, 就跟以前一样, 让我帮他瞒着我妈给他买酒, 还用一千块贿赂我, 因为楼下的小卖部, 我妈全打过招呼了, 谁也不准给他卖酒, 我同意了, 从楼下买了瓶啤酒回来, 刚好我妈做好饭, 上桌的时候, 我就将酒和一千块钱给拿出来, 跟我妈告状, 妈, 爸让我给他买酒, 这就是证据, 然后脏物全被我妈给没收, 他还被我妈骂了一个小时, 我偷笑了一个小时, 等我妈骂完, 我跟他出去散步的时候, 他提着我的耳朵说, 暖暖, 爸以前背着你妈, 偷偷给你塞零花钱的恩情, 你都忘了, 是吧? 别人家闺女都是贴心小棉袄, 你是自己偷偷戳几个洞漏风, 我哈哈笑, 边笑边给他画饼, 等我毕业赚钱了, 我自己掏钱给你买酒喝, 好不好? 他才高冷地消气了, 哼, 那还差不多, 爸到时候要喝最贵的, 可是我后来毕业了, 他身体依旧不太好, 我不想离他太远, 他却不想, 我回小县城发展, 他说, 当然是前途重要了, 我说爸爸妈妈更重要, 于是, 他那么大年纪, 带着我妈, 陪我奔波, 只为了不让我为难, 搬进新家的时候, 我实现承诺, 给他买了比较贵的酒, 他报复我, 跟我妈告状, 女儿非要给我买的, 这可不能怪我呀, 害得我被我妈骂了一个小时, 说我乱花钱, 他在旁边一边小酌, 一边偷笑, 谢晨见我喝酒, 喝着喝着还红了眼眶, 以为我是在意 李春花跟陈福永说的那些话,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说, 温暖暖, 他们说的那些话, 其实你不用介意的, 你并没有赡养他们的义务, 我当然没有, 我抹了把眼角, 我只是有些想我爸妈了, 谢晨啃了口牛肉串, 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帮忙的, 怎么办, 我短暂地闭了闭眼, 做下了决定, 如果这只是他们说说而已, 陈斌被放了后, 他们不再来找我, 跟我做回陌生人, 那么我就当这些事都没有发生过, 就当还他们当初的生育之恩,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要以这种方式来恶心我, 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结果让我很失望, 也很心冷, 七天后, 这俩真这么干了, 我会知道这件事, 还是从小区物业群里发出来的视频看见的, 他们大概还不知道, 我烦得要死, 刚好公司有个出差半个月的项目, 我领导干脆将我派去出差, 眼不见心不凡了, 所以他们在我门口跪多久, 都不会有人出去给他们开门的, 想跪就跪着吧, 网上的舆论再次成了骂我的, 我一概致志不离, 甚至让他们将事情枉大的闹, 因为为了得个清静, 我打算先将他们给告了, 以遗弃罪, 既然他们想走法律途径, 我赔就是了, 他们告我, 肯定不能成功, 我告他们, 却是一告一个准, 但告之前, 我还得多做一件事, 让那个见鬼的寻亲节目, 为这段时间给我添堵, 毁谤我付出代价, 半个月后, 我回了云城, 李春花跟陈福勇, 切而不舍地再次上门来找了我, 还真带着那个节目主持人跟记者, 我开门, 李春花直接跪了下去, 大概是因为, 他觉得我马上就要妥协了, 喜极而泣, 还泣得十分大声, 暖暖, 妈妈是真的想弥补你呀, 你就原谅妈妈吧, 以后妈妈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没有去拉他起来, 只是冷淡地问, 你如何证明你就是我的亲妈? 那个主持人倒是反应快, 说可以做亲子鉴定, 三天后,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我确实是他们的女儿, 我其实挺希望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我不是他们女儿的, 后面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可事与愿违, 这次我让李春花跟陈福永进了门, 那个主持人约莫是为了热度, 还要求我们一家三口来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好像拥抱过后, 我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似的, 为了能报复陈福永跟李春花, 我跟他们拥抱了, 但我并没有同意让李春花跟陈福永住进我家, 我说我会时常过去看他们的, 陈福永跟李春花一定要赖上我, 就是为了要我这套房子给陈斌娶媳妇, 以及让我给他们钱养老, 只要我认下他们, 却不给他们住进来, 他们一定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来找我的麻烦, 我只需要在他们来找我麻烦的时候, 对一对他们, 让他们说出他们曾说过的恶心话, 再录下来, 再将其发出去就行了, 他们想让我没脸在云城过下去了, 我也想让他们没脸在云城过下去了, 果不其然, 此后一个月, 李春花跟陈福永近乎每隔两天就在我下班的时候, 来跟我磨, 想要我将房子过户到陈斌名下, 起初还跟我打感情牌, 见我油言不尽, 执意不同意后, 他们也如我所想, 频频爆出了金句, 陈福永, 老子生下了你, 你就应该听老子的, 你以后嫁出去了, 这房子就是别人的了, 你竟然宁可便宜了别人, 也不愿意将房子过户给你帝, 你还有良心吗? 他, 我们没养你怎么了, 生恩大过养恩, 要不是我们以前生下你,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你, 我不跟他吵, 只是默默录下了, 谢臣在通过那个公众号, 知道我竟然认下他们后, 再次来找了我, 有些气急败坏地跟我说, 温暖暖, 你疯了, 就这种人你还认, 你是想自己一辈子被这种人给拖入泥潭吗? 他们摆明了, 现在想捡个县城的女儿, 给他们当提款机, 再让你做个伏地魔。 我默默看了他一眼, 故意说, 可是他们怎么说也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谢臣更恨铁不成钢了, 直接抱了粗口, 就他们这样无耻的人, 别说亲生父母, 就他妈是上帝, 也该让他们去见鬼。 我险些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又不好让他看出来, 只能低下头忍笑。 谢警官这嘴快的毛病, 大概是改不了了。 谢臣见我低着头, 肩膀一抖一抖的, 以为我是难过的, 又放低了声音, 手足无措说, 温暖暖, 你, 你别哭啊, 我不是故意戳你伤疤的。 我终于抬头, 谢警官结婚了吗? 谢臣, 没, 没有, 不是, 现在不是我结婚没结婚的问题。 谁结婚了, 也不能干出这么没有人性的事。 谢臣, 如果你是因为他们骚扰你, 不得不认下他们, 你直接报警就行了, 你前几次不是还脑子清醒地知道报警, 这会儿脑子是被驴踢了吗? 这么糊涂。 我看着谢臣一脸认真的表情, 突然觉得他说得报警不错, 尤其是谢臣还挺帅。 等我解决了李春花跟陈浮勇的问题, 我去试试。 临走, 我问, 谢警官有女朋友吗? 没有。 好的, 就这么干。 一月后, 我约了律师谈起诉的事, 同时也约了那个公众号的主持人, 说想感谢他们帮忙调节, 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对自己有多好。 他们家节目, 热度如果高的话, 会趁着热度, 还做一个专题回访。 我因为那段时间被骂得比较惨, 热度还算可以。 主持人趁热打铁, 愿意做。 为了闹大典, 我问可以直播吗? 我怕他跟上次一样, 又剪辑掉最重要的一部分。 主持人不同意, 说要后期剪辑, 才能在公众号上发视频出去。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偷偷开抖音直播。 感谢上次这主持人, 将我打造成了一个凉薄无情之人。 我原本开个抖音号, 只是玩玩, 除了几个工作上的同事, 一个粉丝都没有。 他愣是让我涨了一万的粉丝。 当然, 大部分是来看热闹的, 小部分是来骂我。 只有那么极小部分, 曾发过几条安慰, 以及支持我的信息。 不过, 购抖音直播要求的粉丝数量了。 回访还是在我家客厅做的。 在座之前, 我给谢晨打了电话, 问他有时间帮忙吗? 他刚好那天休息, 便也来了。 一堆人将我家客厅挤得满满当当, 李春花跟陈福永带着陈冰也一起过来了。 回访前部分, 我说的都是我爸妈当年对我如何好的事。 说到动情时, 我几度落泪, 在一旁坐着的李春花跟陈福永无比尴尬。 说完, 我总结, 我爸妈在离世前, 怕自己的女儿将来无人可依。 所以, 他们在离世前, 帮我寻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希望在他们离世后, 他们的女儿依旧有爸爸妈妈。 我看了眼越来越尴尬的李春花跟陈福永, 话题一转, 但是我爸妈不知道, 当年就能遗弃我的人, 多年后, 怎么可能对我有感情? 我从他们离世那刻起, 就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 就无人可依了。 继而, 我拿出了提前录好的音, 将陈福永跟李春花这一个月来, 在我这里报的金句全部播放了出来。 陈福永说得不好听点, 要是我们当初没有将你丢了, 你现在能有这么好的工作, 这么好的房子住? 李春花, 只是让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弟而已, 又不是要你的命。 以你现在的能力, 不用三年, 你就能重新买房。 但是你弟现在急着有房子结婚生子,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 这样, 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弟, 我们就当两清, 你就当还了我们的生育之恩。 后面还有很多难听的话, 整个客厅一时都寂静了。 陈冰要来抢我手里的手机, 谢陈上前阻止了他们。 等录音播完, 我问那个主持人, 李春花跟陈福永给了你多少钱? 买通你, 让你在明明知道他们是来要我房子的情况下, 上次还故意将来我这里采访的视频剪辑一部分发出去, 将我塑造成一个凉薄无情之人, 让我被网爆。 他面色铁青, 这会儿终于明白过来, 我就是故意报复他的。 但已经迟了, 我接着追问, 还是你们公众号, 为了噱头, 为了热度, 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不要了。 他赶忙道歉, 对不起, 上次是我们被两位老人骗了。 我不接受道歉, 我这段时间被网爆, 被人骂, 甚至被人游记死老鼠, 半夜被人敲我房门, 全是拜你们公众号所赐, 所以, 我决定起诉你们。 我掷地有声说, 还有, 李春花跟陈福永说, 如果我不将房子给陈斌, 不给他们养老, 便要起诉我。 所以, 这个问题, 我们一并交给法庭处理, 一行人从我这里走得仓皇, 我看着客厅墙上的全家福, 无声落泪, 谢晨走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是被我用抖音直播了后, 热度更高了。 那个公众号的主持人, 最后发书面通告, 跟我道歉了。 一个星期后, 那个公众号 被热心网友骂完又举报后, 没了。 我点进去, 看见什么都没有了, 常常舒了口气, 终于也开心地骂了句粗口, 寻你妈的人间温暖, 专门扭曲事实, 给人添堵。 一月后, 我告李春花跟陈福永遗弃罪的案子, 开庭了。 我将他俩要我将房子过户给陈斌, 给他俩养老, 以及他俩当年遗弃了我, 现在还大言不惭说, 如果不是他们遗弃我, 我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的录音, 提交了上去。 但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 追溯取证太难了。 两人一口咬死, 自己当初不是有意仪弃, 而是我被人暴走的。 那些录音只是气话, 但无所谓了, 我要的也不是这俩坐牢, 而是跟这俩划清界限。 最终法院判了, 我无需养他俩的老。 从法庭出来后, 陈斌勇恶狠狠看着我, 我看了他一眼, 在他开口之前, 说, 若你再问我要任何东西, 我都可以告你敲诈勒索。 他们一家三口, 灰溜溜走了。 据说, 他俩被告了后, 小兰以最快的速度 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跟陈斌分手了。 因为小兰妈妈说, 你若是嫁给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 将来, 你生下来的是女儿, 你女儿是不是也要被他们给丢掉? 就算你生下的儿子, 在这种家风不正的家庭里成长, 又能长成什么好人?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自从我用抖音直播了李春花跟陈斌勇的那些话后, 整个云城的热心市民都在关注着他们。 他们走哪里都被人指着点点。 还有人为了蹭热度, 跟踪后续报道。 某天, 我们小区物业群里发了个视频出来, 视频里, 是李春花跟陈斌勇出门买菜时, 被人骂的场景。 尤其是李春花。 你自己也是女人, 还重男轻女, 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 你妈当初生下你时, 就应该也将你丢了。 自己将女儿丢了, 现在竟然还有脸要求女儿养老, 还要女儿给你们儿子买房, 你们是哪里来的脸说出的这些话? 这是人该说的话, 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 视频最后, 李春花跟陈斌勇仓皇跑了。 有一月, 他们一家三口从云城离开了。 但这些, 我都已经不关心了。 我在思考眼前这个景要怎么报。